嗨嗨 各位小主們安安 我的鋁打鼓很久都沒有連跳了 呃 當他不連跳就不是強勢腳了啊 但是但是就在今天 他跳了 那結果是如何呢 那我們看下去吧 今天一樣參加廚藝大賽 但很幸運呢 對方只有放了兩隻 放了佛宮跟老師 好了 來看我們來如何欺負人吧 以多吉少 好 佛宮的暈氣很好用喔 有40%的機率可以暈到對手 那這次呢 他就成功暈到了兩隻 然後因為東壁的暴擊臉黑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他狂不暴擊 但是今天呢 東壁大哥也是打了一萬多的傷害 再來換阿驢來欺負人囉 哇 跳了九下欸 我的天 平常都不跳 頂多三下 今天卻一次給我跳了九下 然後再來這一場呢 我們對陣三個一百隻的 有看到嗎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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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天啊 我的东币趴掉了 老师给了金身 女子又只跳了一下 好 目前四打三 我想应该不会赢了吧 女子跳了三下 收掉佛弓了 我的佛弓趴掉了 这边女子又跳了三下 这边女子意外跳了四下 但是 这边跳五下 这样就换女子趴掉了啊 各位少主们 看老师杀人第一次吧 老师成功捡到尾刀了 好啦 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 之后还有录到更多有趣的厨艺大赛 再分享给各位少主们看咯 那我的频道目前会出食物语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 刚好也有在玩食物语 欢迎订阅 按下订阅键 我是哈娜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